这集我们要求出25毫升的0.75摩尔每升盐酸,完全反应所需的碳酸钙的质量,反应方程式在这儿,先分析一下条件,反应中有盐酸,它溶解在水中,所以它是水溶液,溶剂是水。 然后0.75摩尔每升是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这是浓度,也就是每升溶液中盐酸的物质的量,我们需要求出这些盐酸完全反应。 消耗的碳酸钙的质量就是这么多的盐酸,现在呢做化学计量学的习题之前, 我们先要确保反应式已经配平了,所以先来配平吧,嗯,在左边有一个钙原子,唯一一个钙,右边呢也只有一个钙原子。 所以钙原子已经搞定了,然后左边,这儿有一个碳原子,我用粉色标一下,这儿有一个碳,这儿没有碳,右边呢也只有一个碳,目前呢都很顺利。 接着左侧,这儿有三个氧,这儿没有氧原子,然后呢这儿有一个氧,这儿还有两个,所以右侧有三个氧,一切顺利。 左边有一个氧原子,但是右边有两个氧原子,有两个氧呢,所以为了配平,我写上2。 在盐酸前面添个2,盐酸溶液前面添个2,现在氧也配平了,不过呢我们还没配平绿呢,没关系,因为如果剩下都配平了,再动绿的话,这些就全乱套了,不然你看, 现在左侧有两个氧原子,右侧有多少个呢,也有两个,所以在盐酸前面添上2之后,这个反应式就配平了。 接下来我们要求出和25毫升的0.75摩尔每升的盐酸溶液,完全反映。 所需的碳酸钙的质量,现在解题的整体思路是,我给出了,这道题有别于之前的是,这道题有别于之前的是,我没有给你盐酸的质量,也没有给你盐酸的物质的量。 我只给了,盐酸溶液的体积和浓度,所以下一步呢,利用这些条件求出,反应中盐酸的物质的量。 即溶液中有多少摩尔的盐酸,完全消耗两摩尔的盐酸,要一摩尔的碳酸钙才行。 大家看方程式就知道,我们只需求出已知这个的物质的量,是它物质的量的一半。 那么质量是多少呢?下面呢,我们求一下吧,开始有25毫升的。 我写下来,0.75摩尔每升的盐酸的溶液,然后呢? 然后我把它转换为盐酸的物质的量。 那么首先要注意的是,物质的量,浓度的单位通常是摩尔每升。 现在这个单位是毫升,我想换掉毫升,我想把它的换成升,所以它乘以。 我把它简写为L吧,乘以L每毫升,以至一升等于一千毫升,或者说一千分之一升等于一毫升,哪个都行。 这样就能把毫升约掉了,然后呢,要把它转化为,我们想利用浓度这个条件,求出实际参与反应的盐酸的物质的量。 所以啊,我们要把它乘以0.75毫升的盐酸。 比上一升的 0.75毫升的盐酸溶液。 我再解释一下,首先我要把25毫升换成升,我要给这个除以一千,让单位变成升。 所以分子中有一个毫升,分母上也有个毫升,这样分子上只有一个升了。 然后我要把溶液浓度转化成物质的量,假如有,我应该在这儿加个0,这是0.75毫升。 这是0.75摩尔每升,也就是说,每升溶液中有0.75摩尔的盐酸。 这只是,我是说,你可以把这部分理解成溶液,然后这个就能约掉了。 这个升和这个升约掉了。 大家甚至还可以说,这个0.75摩尔每升盐酸和这个0.75摩尔每升盐酸约掉了。 这样就只剩下,我用同样的颜色表示,等于25乘1乘0.75。 再除以1000。摩尔的盐酸。 计算器出厂,来算一算。 这是1000分之25乘0.75。 嗯,1000分之25乘0.75吗?等于0.01875。 我把它写下来,所以这等于0.018。 考虑到有效数字,这里的有效数字都不超过三位,所以这里的有效数字也不超过三位。 所以是0.018,就不是75了。 四舍五入之后呢,是0.0188摩尔的盐酸。 然后我们知道,每两摩尔的盐酸要反映掉一摩尔的碳酸钙。 所以我们要求需要多少摩尔碳酸钙。 那么来求一下,把这个数乘以这样。 我们想把这个约掉。 我们想约掉那个,所以我们想知道每摩尔盐酸。 或者每两摩尔盐酸。 我们看一下这个,每两摩尔盐酸需要一摩尔的,我还用橙色。 我们需要一摩尔的碳酸钙。 所以这些摩尔盐酸就消掉了。 所以这些摩尔盐酸就消掉了。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数乘以1再除以2,或者直接除以2就行了。 算一下,我直接用这个原始数据,除以2,只能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是,只保留这部分就行了。 四捨五入之后得到0.00938,所以就等于这个0.00938摩尔。 这就是所需的碳酸盐酸钙。 还没做完呢,记住,问题是,所需碳酸钙的质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还要求出,所以这个数还要乘以摩尔质量。 要把物质的量转化成质量,把它转化成质量。 我随便换个颜色,要把它变成克,首先要算出碳酸钙的摩尔质量。 而它的摩尔质量,你可以从元素周期表上查到钙的相对原子质量,是40。 这个分子里有一个碳原子,它是12长克,然后还有氧原子是16,但是分子中有三个氧原子,所以16乘以3是48,所以是40加12加48,就等于100。 所以它的质量数是100,所以是乘以100克的碳酸钙在比上。 我这样写吧,克碳酸钙,比上摩尔碳酸钙。 而且我们知道这样乘,没错,因为这些单位都约掉了,分子上有摩尔碳酸钙,分母上也有摩尔碳酸钙,所以这样约掉了,因此只要乘以100就行了。 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数乘以100,乘以100等于。 我们已经四捨五入了,所以是0.938,我写下来等于0.938,所以最后就等于0.938克的碳酸钙。